一个眼神就能使张学良钟情,一个转身就能将代理身陷其中。 民国第一美女蝴蝶究竟有多美,其真实容颜或许并不算倾国倾城,但一眸一笑却能令人动心。 画面中这位优雅的女性便是民国第一美女蝴蝶,乍一看或许很平常,但通过这张彩色图片可以看出其明亮的眼眸,圆润的脸蛋,动人的酒窝,别说在民国时期就算放到现如今都能俘获无数人的心。 蝴蝶不仅长得好看,在演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寻常的造诣。 1925年,在蝴蝶17岁的时候,她便出演了首部电影,就在同年,蝴蝶在剧情电影《秋善苑》中首次担任女主角。 1932年中国推出第一部彩色片,导演指名要蝴蝶出演,那部电影便是著名的《啼笑音乐》。 1933年,蝴蝶参加《明星日报》评选的电影皇后,因其出色的演技和动人的长相, 蝴蝶以21334票当选为中国电影皇后,那时的蝴蝶才24岁。 据传言,1931年蝴蝶在北平四国饭店参加活动,碰巧的是,当时身为国民军海陆空副元帅的张学良也在现场。 当张学良见到蝴蝶的第一眼时,立马就被其深深吸引。 而那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,由于张学良彻夜未归,日本策动的918事变顺利推进,东北军意识群龙无首,东三省也迅速沦陷。 蝴蝶不仅能让张学良一见钟情,还曾让民国神秘人物戴笠深陷其中。 1942年12日,日军进攻香港,蝴蝶随同丈夫潘友生携带家财前往内地。 但在抵达广东时,其装有财产义务的32个巷子被劫。 军统局戴笠得知此事后,因早已垂涎蝴蝶的美色,所以亲自查办此事,很快就将被劫物品悉数找回。 而戴笠也想尽各种办法将蝴蝶软禁被圈养在重庆,其丈夫潘友生则被戴笠派往滇缅公路去工作。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,戴笠深陷其中,如果没有坠机事件,蝴蝶很可能一生都将无法见到自己的丈夫潘友生。 1946年,代理飞机失势坠机而亡,蝴蝶重获自由,并在1946年,丈夫潘友生迁居香港。